各位記得吳子佳董事長 兩個月之前說什麼 陳時中民調高到 連我要罵他都不知道怎麼罵他 這是一個前一個月前 一個月前 對 我都還記得一個月前 因為我在三立節目 就引述他的民調 現在他告訴大家說 他過去立場是這樣子 現在又告訴大家說 現在陳時中民調往下降 我告訴各位 一來一往是些什麼 因為前面扮演的是什麼 我是公道的 我是客觀的 所以當在詮釋往下走的時候 不論那個內容是什麼 我也是公道的 我也是客觀的 所以我說這是立場 而且是一種聰明的操作 我相信我這麼說 吳子佳董事長你應該不會介意 第二個是什麼 我同意正好的說法 但我必須要說時間 對陳時中來講壓力很大 但我跟你講民調 你民調做的區間是在什麼時候 這也很重要 你做的是在兩個禮拜前 跟現在進入到高原期 或是高原期出現之後 開始類似出現像 王浩達克所說的 那個區塊 基本上的效應都不一樣 因為我們現在學問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不叫盛行律嗎 盛行律就是某個區塊之中 所反映出來 疫情的走勢 而不是用確診的概念嗎 所以民調是動態 更恍讓說了 你是怎麼 我剛才說的叫時間點 還有時間的區塊 你是用什麼議題 你是用什麼方法得到這樣的結果 雖然我說我都尊重了 但是長久以來看民調的人 基本上會花點心思啊 去看看你民調的樣本數啦 什麼時候做的 你的第一題跟第二題 所問的問題是什麼 最後要誘導成什麼樣的結果 所以我都持開放的態度 但不可否認的地方是呢 陳時中現階段呢 還處在危機處理狀態 也就是呢 疫情基本上 剛開始進入到大家現在所理解的 高原期 而不是高峰期 沒有叫往上走的嘛 危機如果能夠得以控制的話 我覺得啦 陳時中要展現的動作就只有兩個 第二是什麼 拿回你過去民眾對你的信賴感 因為每次危機來的時候呢 你之所以能夠度過 又能夠hold住這個情勢 那民眾很簡單嘛 危機來會扣分嘛 但久了之後 你處理好之後 那個補償心態 還是會投射回去 第二個 我剛才說的 不論是面對藝人的事情 拿出過去公開透明的態度 直球對決 如果還有第三個的話 具體的政策跟作為 哪一次應該 這兩年以來 所有防疫的議程 挑戰你的人 不論是民進黨的黨內 或是呢 來自於在野黨 我覺得陳時中組織他 不要因為說有一個變數叫做 我們最害怕什麼 畫靶射箭嘛 好像呢 因為李正浩講的 這個陳部長一定會聽哦 7月份 所以呢 我就有個目標是啊 我7月份呢 為那個目標 我特別在政治上 有什麼操作 比如說降級啦 或是呢 等等等等 反而這樣的觀感不好 觀感會不好啦 所以我覺得 過去怎麼做 儲之太然 已經有一套SOP了嘛 更何況 Omicron的這個衝擊力 跟過去我們遇到的 DELTA 是不太一樣的 那那個王豪大哥 你認為陳時中 還來得及嗎 還有就是說 現在在台北市民 你自己本身也台北市民 對陳時中還有信心嗎 對我覺得陳時中 完全來得及啊 因為 有三個角度 你可以考慮的 第一就是整個疫情的 這個 cycle 這個 波度啊 那現在的 最明顯的一個例子 就是台北市 台北市本來柯文哲是預測 他在4月26號預測 5月7號 台北市會破敗 果然他預測準了 台北市5月7號破敗 然後他預測 第二個是5月18號 台北市一天確診9萬 結果呢 沒有到啊 也還是1萬左右 那今天大概5月27號呢 台北市只有8000多 所以從台北市的數據來看 實際上台北市的數據 已經開始往下走了 因為大家記得 前幾天台北市最高到過 大概一天1萬2千 1萬2千的數字啊 現在到了8000 實際上已經少了三分之一了 如果台北市的疫情能夠控制 實際上某種意義上 新北市也有類似的趨勢啊 從2萬多現在到1萬5千 這樣的一個狀況 現在起來的數字主要是在南部啊 這個高雄啊 這個其他一些地方南部的情況 那所以這個雙北作為整個台灣疫情的領先的城市的指標 他已經是揭示了整個台灣疫情一個從高原去往下走的可能性啊 這是第一第二的話就像剛才雨潮老師說的這個民調是每個月在變的起伏的等到大家看到這個疫情數據控制了往下走了民調對指揮中心會陳時中的觀感會發生變化的會不同的啊那當然我們的選舉是12月26號嘛那提說老實話我認為11月26號我認為像陳時中的這種情況說老實話他哪怕 他最晚到9月份去正式選舉都還來得及 這樣來得及嗎 因為陳時中不需要知名度 他不需要去跟大家說我是陳時中你認識不認識我 他不存在這個問題嘛 但是我想他應該不至於等到這麼晚了 除非就是說這個疫情一發不可收拾而不是每天確診10萬的問題而是每天確診20萬的問題30萬不停地往上漲 如果他是往下的話你倒覺得這個倒是還好 我覺得往下的話是是還好因為這個是大家全社會慢慢地適應了這個情況 那說老實話今天即使像這個所謂大家認為在日本韓國香港其他國家英國美國疫情過去了 但是他們每天還是有好幾萬人在確診啊 但是大家認為這個疫情已經基本上結束了 這是在於一個社會的心態能不能適應整個跟病毒共存的現實 陳時中其實現在不是在跟疫情賽跑 他是在跟時間賽跑 因為他有幾個關鍵因素 第一件事情是陳時中離開的這個時間點他會放在哪裡 他不太可能是還在2萬例3萬例4萬例的時候去離開這個太怪了 我認為再怎麼樣也是千例就是你不會以萬為 他從9萬掉到2萬也是少蠻多的啊 可是你每天還2萬多個人確診 你說那我要去選舉 你懂為什麼他不是要告老還鄉種田 所以我認為評估幾千例的社會反彈一定是最小 幾千例的社會反彈一定最小 這是一件事就是說 台灣在什麼時候可以跳到1萬例以內才是陳時中離開 其實以我標準要百例啊 但是我可能大家標準我愁善如流幾千例的話 那來得及在7月中左右降到1萬例以內嗎 這是一個問號 因為民進黨在7月中的時候會有全台會 那時候要提名 好這是一塊 另外一塊就是陳時中止跌回升的民調 你要知道是降到一定程度以下之後 民調才會開始止跌回升 我一定要拿這個民調來打臉 你一直說人家止跌回升 人家No News最新民調 陳時中支持度6成 免壓蔣萬安 而且這個很有趣 他說陳時中大概62.25% 第一名蔣萬安是25.19% 黃珊珊6% 超過6成人認為 黃珊珊如果參選 他是怎麼調查的 對 怎麼調查 我這邊有 你先讓我講完 一定會瓜分蔣萬安的藍營票員 然後再來怎麼調查 我告訴大家 這邊就是他們有特別去說 5月25號到5月27號 這樣講 因為其實他們內部的民調 陳時中是調的 這是事實 你很難想像 在這時候民調會漲 但是我只是要談一個很簡單 就是說 陳時中現在不是跟疫情賽跑 他是跟時間賽跑 這很客觀的因素 就是說今天是5月29號 我們節目播出 那能不能在未來的一個半月左右 包含疫情 降到一個 大家可以接受讓他離開的狀況 包含陳時中的民調 反彈到一個可以接受的狀況 這是陳時中的困境 那如果今天疫情提早 提早爆發個兩個月 三個月甚至四個月 對陳時中來說當然很餘裕 可是現在最大的問題就在於是 你必須跟民進黨7月中的 全台會綁在一起 否則他主要出現一種狀況 全台會22縣市提名的21縣市 台北是毒控 說我們幫陳時中保留 不是很快嗎 所以說現在這些 再加上我必須客觀說 民進黨內部是有人對陳時中 虎視眈眈的 他是有人想要取而代之的 所以這些事情 你必須要以這個時間 賽跑陳時中來不來得及 來去做判斷